由杰克·吉隆·汉尔主演 2023年最新战争电影《蒙约》《乐雪来袭》 某伴评分更是高达8.1分 很多人看过之后评价到 这是一场军迷的盛宴 最现在的武器展示 激烈的战斗场景 而我体验更多的是 两个铁血硬汉之间的过敏友谊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电影的世界 很快小队又接到了新的战路 在向导的带领下一路高歌母亲 这时同为本地人的埃德 却提出了异议 论为路线不对 觉得向导是在故意将他们引入陷阱 在他的一再坚持下 阿里也只好听取他的意见 毕竟生命只有一切 他要对他的小队负责 命令小队停车进行战术侦查 队员通过高辟望远镜 甚至在无人机的配合下 也并没有发现敌情 正当哈利命令重新出发时 发现埃德正把向导摁在地上摩擦 更是用手枪顶住了他的脖子 哈利命令他放手 埃德解释道 向导是叛徒 而哈利 这时明显更加信任 更早进入小队的向导 看到哈利掏出手枪 埃德只好将他放开 并交出了手枪 而在这时 无人机侦查到 前方有大批塔利班武装人员 这时哈利看埃德的眼神 充满了感激和歉意 多亏埃德的提醒 小队才逃过一劫 他们只能较转车头返回基地 而这也只是战争中的一小段插曲 任务能要继续 第二天 小队来到了情报雕石的目的地 迅速控制了在场人员 向下的队员则开始分头搜索 在山顶的集装箱内 发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而不远处的帐篷就显得更加可疑 哈利三人小心翼翼地来到门口 观察屋内的情况 这里竟是一处炸弹加工厂 里面的四名恐怖分子 正在触觉人质 三人突入帐篷 迅速解决了解决 他们以为安全的时候 躲在里屋的老六 突然踹开门 提着AK就对他们一通扫射 队员埃迪中弹 幸亏有防弹衣的保护 才没有当场隐恨 然后安装好炸弹 撤出房间 等待空空置院 这时一颗子弹飞来 埃迪直接被爆头 还是没有逃过进行隐恨的命 两人迅速反击 解决掉面前的敌人 此时大批塔利班武装 正高速的向这边逼近 很快山下的小队就遇到遭遇了 虽然拥有火力优势 但还是架不住 塔利班龙多失重 队员一个个倒下 当塔利班搬出海击炮 或箭筒的时候 更是成了一片倒的形式 快救回来 轻石抢 rose 轻石抢 快救回来 现在找什么 快救回来 只有哈利四人抢到卡车往外冲去 刚启动不久 队友的卡车就被海击炮命中 变成了火球 两人顾不得悲伤 只能猛踩油门加速逃避 还没有逃出多远 卡车就发生爆灾 两人只能汽车逃入山林 为了躲避追兵 他们只能沿着最难走的山路行进 两人继续前行 找到了一处破旧的房屋 用来休息一晚 殊不知远处的敌人也发现了小屋 随着太阳升起 他们被搅和的对角击吵醒 哈利出门巡视周围时 冷不丁的枪声响起 哈利被打蒙 朦胧中以为难逃厄运之时 隐蔽在不远处的埃德 出师冷剑 将敌人消灭 随后开始了 带哈利回归的漫长 而又危险的旅程 一路艰难跋涉 终于逃出了塔利班控制区 就在埃德买水补充补给时 一对恐怖分子也正好前来补水 其中一名士兵看到了哈利的军靴 正要动手时 埃德提前下手 解决了几手 而这时美军小队才三三来迟 他们终于获救 哈利经过漫长的治疗后痊愈 并因为这次行动被嘉奖 提前退伍 离开了阿富汗这片战争地理 回到美国后 一次与战友的聊天中得知 埃德没有这样的幸运 虽然成为了平民心中的英雄 却也成为塔利班高额悬赏的对象 在阿富汗过着水深火热的逃亡生活 哈利发誓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把这位救命恩人带出深渊 哈利开始不停地给移民局打电话 为他们一家申请来美国的签证 却一次次石沉大海 万般无奈之下 哈利决定改头换面 再次前往阿富汗 在军方老上司的协调下 终于拿到了签证 并且以一千万美元的代价 聘请雇佣兵为他们保驾呼喊 在埃德堂弟的帮助下 让手下开着卡车 带他去寻找埃德 然而在途中又遭遇到了 塔利班武装的少侠 就在敌人发现他之时 他果断开枪击毙了两人 然后与司机将尸体弄见了旁边的小河 却不知不远处的卡车上 敌人目睹了这一切 终于找到埃德 两人对视两久 仿佛有千言万语 却说不出口 随后他们坐上卡车 前往与雇佣兵约定的地点 而这时近百名恐怖分子 归上了他们 交火中他们打爆了敌人的卡车 暂时阻挡了敌人追击的步伐 看到隧道后 让司机把车堵在了隧道口 扎回卡车 暂时阻挡了敌人追击的步伐 踏上大坝后 他们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同时敌人也脱开了暴露的卡车 将他们堵在大坝之下 就在他们弹剧凉绝 满眼不甘之时 雇佣兵的武装飞机终于赶到 在强大的火力覆盖之下 敌人被尽数脚落 优优优独播剧场—— 雇佣军团将他们解救 终于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